科技世界如何影響競技體育呢? 現在是一個很專業的學運 例如跑步的所謂爆炸的短跑運動員 它是一些特製的跑步機 現在的跑步機和傳統的跑步機是不同的 它有條腰帶固著一條腰帶 它要出力做一個後登和提膝硬的動作 這些跑步機是針對在短跑裏面的技術而設計的 另外一個有趣除了田徑是展現人類極限 游泳也是展現人類極限 一個是在陸上展現人類跑得最快 扎得最遠、跳得最遠 而游泳就是在水上怎樣展現人類最大的能力 現在的空間討論就是 訓練是怎樣可以幫游泳運動員提升 基本上就是用一個所謂個人針對化 用科技跟著這個運動員 是儲存一個資料庫 然後看他的訓練周期是上下下 然後怎樣再合理地 是加強他一個所謂針對的訓練 還有現在游泳的科技訓練 可以特別是了解到他每一下勃手的動作 他有些什麼不足之處 都可以透過科技告訴教練 從而作出一個針對的訓練 所以這個很有趣 究竟是科技帶動了我們人類的突破 還是我們人類借用了科技 可以有再一個突破 這個在我們運動科學世界來說 是一個挺有趣的地方